那现在新的停课标准上路 学校出现确诊者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班级 暂停实体上课才可以全校停课 引起了很多学校的反弹 现在呢一共是有42校串联 要求教育部给学校自己订定停课标准 那出现确诊者就要采取远距教学 并且呢已经发起网络联署 目前是有7000人复议 对此教育部长潘文忠就表示了 疫调结果出路之前 学校可以先暂停实体上课 那也可以提出停课防疫的规范 跟教育部来讨论弹性盈盈 大学生春假放完 适逢新停课标准上路 防疫规范放宽 学生们纷纷回到学校实体上课 但不满新停课标准太宽松 42所大专院校串联 澄清国会教育部 大学生也在网络平台发起联署 要求一出现确诊者就裁远距教学 放手给学校自己订停课标准 学生抱怨被迫和那么多人 挤在同一间教室真的感到无能为力 谁都不想把病毒带回家 蠻多人是跟家里的家长一起住 然后家里面可能有小孩 那小孩可能还没打疫苗 还有家里可能会有长辈 那担心说自己确诊 那如果传染给家中的长辈怎么办 连署大学生已经超过7000人 留言刷一排赞成远距教学 人数还在增加中 诉求重点包括批评同意标准成获根 因评估各校防疫状况不同 给予防疫弹性 校内防疫会议不应排除学生 并公开确诊者足迹等 同学的新生教育部听到了 学校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 先暂时短时间的暂停实体停课 疫调结果出来之后 防疫跟停课的规范 如果跟教育部所规范的这个标准 有所不同 我们也组成这样的应变小组 事宜的部分 教育部也会以尊重 松口给弹性 疫调结果出路前 实体上课可以先暂停 尊重时升级家长意见 在防疫与正常生活间求平衡 这里新闻杨月达台北报道